幾個問題 接下來就是江士雄老師 還有我張局長回應一下 各位 不是數字遊戲 是都市發展 我前面這個量體 它在說什麼 其實 8個月前就帶來了 第一個 這個所有的量體是根據 都市計畫人口密度的分析 如果 如果 各位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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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未來 很快的 在幾個月要都市更新的時候 各位的容積 是337.5 還會大於300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不是數字遊戲 但是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審議程序 是的 八到十年前 這個地方是個公園 然後 在過去的兩兩年 兩級都委會 這裡面黃台生 黃委員 都還是市府的都委會委員 好 市府的都委會委員 以及內政部的另外一個20個委員 這些40個委員 經過兩級都委會 同意 從公園用地變成縣 因為我們用數字來證明 一個是18,000 大於現在的16,000 兩級都委會通過 各位 當然我有聽到各位對公園的要求 但是 這個地方 遠比各位將來自己要做都更的律例還大 也就是說這個是個科學 而且還 除了科學之外 還是社會科學 今天來第七次 可以來第八次 可以來第九次 因為議會要求兩次以上 前面的七次不算 對不起前面的六次不算 今天第七次還會來第八次 我們會持續的溝通 好 有關地址在江老師要說明之前 我跟各位說一下 七月二十二號 我們用書面送到十個里的辦公室 用光碟送來 這就是地址的說明 那各位你就會說 你四月來了 怎麼到七月 因為這個事情非常的慎重 市府有其中跟其末 所有的地址結構專家要三重審核 審核之後 抱歉 的確拖了一點時間 但是七月二十二號 送到信義區的十個里的里長的辦公室 我們下次再來 還可以跟各位討論這個事情 好 整個來講 我先很快第一輪的回應 因為我相信大家的反應 還是會有一些其他的意見 我們再來 那江老師謝謝 各位大家好 我就簡單回應 針對地址的問題 我想 第一個大家對這個地址 比較懷疑的是說 第一個它是不是有土壤異化的可能 可是根據我們拿到的鑽探的資料 大家都知道 這邊都是軟弱的土壤 它所謂軟弱土壤 它是指軟弱的黏土 這樣的土壤 這樣的地址是不會產生液化的 會產生液化的地址 它第一個是沙土 它是疏鬆的沙土 所以基本的條件 我們這個地址是不符合這個土壤 液化所產生的條件 所以它是不會產生液化的 這是就液化的部分 但事實上即使會有溫液化的問題 在工程上 液化並不是不可以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公布的這個 液化前的區有非常多的密集 上面都蓋有很多建築物 我們現在是要蓋一棟新建的建築物 我們會針對 它現有的地址 去考慮它的承載力 即使會產生液化 我們也可以針對液化 我們可以用連續壁 周邊的連續壁 用機裝來處理液化的問題 因為液化可能發生的地址 它就是表面的20公尺 即使會液化的話 所以液化在工程上 事實上不是不能處理的問題 現在有很多新建的建築物 即使是豪宅 它也是蓋在液化的潛能區裡面 它是可以處理的問題 我想我大概用這樣來回應 謝謝 我剛才有個問題沒有回應 我很快講一下 有關福德平宅 是的現在有一棟還在現地 跟各位說明一下 一年前文化局和獨法局充分的討論 也來跟各位討論這個事情 因為當時的確有聲音希望留下來 但是跟各位報告 這一棟留下來的建築物 它沒有任何文資身份 也就是說我們下次來之前 還會跟各位溝通 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意見 認為這個第六棟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都會尊重 也就是說今天要留在那裡 它是暫時的 好 我是不是請張局長 我們來回應一下 有關羅先生長到那個 借國巴士15個位置 我們知道這個地方 本來就有空車站台 第二個 捷運東元站以後 這個是我一回斷 那通往南港 事實上還有空車的需要 那我們是特別前度 它留色整個面是 有一個15公尺長的 小巴士的空間 那當然並不代表說 隨時隨地都有 數量小巴士在那裡待命 因為在公車上 事實上它填高它是有需求 因為退到路外的話 對整個地區交通不會有影響 所以說我們認為是說 那個 食物量中巴的那個調路空間 我們認為說 在這個基地是有需要的 第二個部分 剛剛莊醫生講到交通規劃 我還是要報告一下 交通規劃當然有它的方法 第一個我剛剛講 就是說 我們把各種設施引進了人口 跟它的印記做一個分配 那這個分配 所以事實上看起來是 頂多 汽車頂多大概800輛左右 670幾個PCU 那各位不要忘了 因為我第一個 這個周邊的道路的停車我會取消 那我之所以敢取消是因為 蓋了公仔以後 我們會提供 除了說 把自己的停車吸納以外呢 我剛剛報告過了 保守的估計還有750輛左右的 附近的車子可以 納到這個基地上來 所以說基本上 那路邊取消要停車 這是可行的 第三個部分 我們在 就是基地都有退縮 甚至在 古德街八十四項 我們就退縮了一個車道 那我們知道 退縮了一個車道 它在容量上至少有 1000個PCU 所以說事實上按照這個量來講 是可以保持原來的服務水準 那剛剛 剛剛 莊先生提到說 那外面的路口有沒有影響 因為我們畫起來 300公尺 範圍內都沒有影響 在規劃上 當然那是另外一個問題 那我了解目前來講 宗教西路 應該也沒有像 那個莊先生想的那麼嚴重 塞那麼嚴重 以上是交通局的報告 請你上下班時間來看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上下班時間來看一下 好吧 市長來講話 第一點 那個專探的資料 7月22號有送給十個里長 我想還是請 杜阿菊把那個 一直專探資料 上網 公告 因為上網的話 大家比較download 要看比較容易 因為 十個里長也不一定會再去傳播 所以那個 保持公開透明的態度 我們還是把資料 公開透明的態度 今天中午我去捷運績南公處 你知道嗎 這就開去 開去 當然去